好,開始上課,第一個上課叫做固體地球,地球的形成 這邊有個資料,講義上沒有,你也不用管它 這個15度,平均氣氛速度後面會提到,不過也不需要背 真的有用的是這個 自轉傾斜角,未來也不是背23.45,未來是背23.5 這個是有用的,不過那是未來式 學期末,教天文的時候才有用,現在也不用管它 大約在46一年前,形成了太陽系,這個年代有人問過 只要背一下,46一年前,有一團雲氣,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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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構成了太陽 旁邊的一些蛙鉤,就吸雞盤,吸附,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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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形成了太陽系 這個太陽系的形成過程,未來會再簡單的稍微的帶一下 旁邊吸雞盤啊,然後吸附啊,聚集啊,啪啦啪啦啪啦,就構成了 行星,構成了衛星,構成了啪啦啪啦,然後形成了太陽系 地球剛形成的時候,星團赤熱的火球 為什麼會刺熱? 因為,有隕石的撞擊,以及內部放射性物質的摔變 後面這件事情是以後來才知道 以前人不知道的時候,所以曾經估算地球年齡,估算錯誤 好,估算錯誤,因為他不知道人在放熱 前面這個事情,隕石撞擊,隨著地球的形成不斷的吸附之後 就越來越少了 但是,夏日這個事情,放射性物的摔變 到現在,到今天,仍然繼續存在 好,隨著這個隕石的撞擊,越來越減少 地球就開始會逐漸的冷卻 當地球逐漸冷卻的時候 重的沉下去,輕的補起來 就把地球有分層了 好,停 注意 我單會要教地球的成狀動作 地球有分層 重點一 為什麼會分層 重點二 你怎麼知道它有分層 重點三 分了哪些層 重點四 各層的比較 這裡 是重點一跟重點三 重點一 為什麼會分層 地球冷卻的時候 重的沉下去 輕的補起來 所以就分開來了 最重的點面 層在最下面形成液合 輕一點的浮在上面形成液寒 最重,最新的浮在最上面 細餘氧化物 最上面叫做液寒 所以重點三,哪三層 液寒 液寒跟液寒 這三層 這叫做地球的分化 成狀構造 冷卻的時候 重的沉下去 輕的浮起來 就分開來了 就是我要教的成狀構造 我想知道地球裡面 到底長成什麼德性 有什麼方法 直接往挖看看 很好 但是我們挖的範圍有限 我的氣中是最深挖18公里 根本跟你說不到20公里 一熊半徑 6371公里 你只在那個蘋果上面 從邊的石頭一起帶出來 叫做捕獲椅 幫你挖到比較深一點 但那也只有幾百公里 還不夠深呢 它還有什麼呢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隕石 隕石 是我們將在太陽系 形成之後 手球蛋的大大 它跟地球內部都構造是相似的 所以可以連續隕石 可以知道地球內部長成什麼德性 這是重點 我不問你了 我以後再問 你怕老師教過 波數值跟誰有關 戒指的總類及狀態 如果戒指不一樣 波數就會不一樣 你怕老師再教過 如果從假戒指進到疑戒指 波數會發生什麼事情 折射 所以呢 我就根據地震波的折射的狀況 折射的情形 我就知道說 這兩層的密度不一樣 大概差多少 怎樣怎樣怎樣 要配一些其他波的性質 我就可以了解 地球內部長成什麼德性 情況有點類似 買一顆大西瓜 沒有切開來 我們不知道甜不甜 敲一敲 蹦蹦蹦聽聲音 那很類似 OK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知道地球內部的構造 還有所謂的其他 配合什麼萬有引力定律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以讓我更了解 地球內部的組成 構造密度等等之類的狀況 所以回到剛才講的重點 二 你怎麼知道地球分成 你怎麼知道地球分成 我可以知道的 地震波 我怎麼知道地球內部有分成 我怎麼知道地球內部有分成 好地震或探測它發生折 這一點從中間來研究 知道地球分成 重點三分哪些層 要會被 從最外面屬到最裡面 地殼 地涵 地涵 地殼 好來 一球有成狀動作 重點一 為什麼會分成 冷卻的時候 重點沉下去輕的 浮起來 重點二 你怎麼知道有分成 地震波的按摩結果 重點三 哪三層 地殼 地涵 地殼 重點四就是個層的說明跟 地殼 我們把它叫做固體地球 因為它幾乎全部都是固體 只有兩個地方不太像 這裡 像固地涵的一小部分 這個當然會加 叫軟流圈 可是軟流圈其實不是液碳 它是有點溶又不會太溶 有些有溶有些沒有溶 並不是像水那樣 但是它不太像固體的 所以就放在這裡 外地殼就是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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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了這兩個部分之外 它通通都是固體 就把它叫做什麼 固體地球 好來 第一層叫地殼 地殼有大陸地殼跟海洋地殼 陸地就是大陸地殼 有海水覆蓋的部分稱為海洋 這叫做所謂的海洋地殼 所謂的海洋地殼 它的比較 大陸地殼比較厚 海洋地殼比較薄 講義上有寫數字 不用背 所有的數字 除非我要你背 否則通通不用背 聽懂嗎 所有的數字 除非我要你背 我的都不用背 平均35公里 平均17公里 看看就好 重點是大陸地殼比較厚 海洋地殼比較厚 但是 大陸地殼的密度比較小 海洋地殼的密度比較大 這件事未來有用 你要給我記好 這件事未來有用 給我記好 海洋地殼密度比較大 大陸地殼密度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它組成不一樣 大陸地殼叫花崗岩脂層 海洋地殼叫做玄武岩脂層 什麼叫做岩脂層 講義上有住 就這邊寫的 比重密度相近的 叫做什麼岩脂層 跟花崗岩密度相近 叫做花崗岩脂層 跟玄武岩脂層 叫做玄武岩脂層 OK 好 考試很少人問你 考試很少人問你 大陸地殼是誰做的 花崗岩脂層 這個很少人問你 比較常問你 海洋地殼誰做的 玄武岩 這常問 因為它跟後面要教的 海底擴張學說有關係 所以這個常常有人問 海洋地殼 這個你要做極清楚 上面大陸地殼考的少 下面的海洋地殼考的多 OK嗎 好 就是花崗岩脂層玄武岩脂層 好 大陸地殼海洋地殼 然後呢 就是 這個也可不可以算 這是高中比較重要 是有些地方 上面是花崗岩脂層 下面是玄武岩脂層 不是在高中才比較重要 國中就當作沒看到就好 是玄武岩脂層的 是玄武岩脂層的